有句俗语说 取妻取得不取色 还有一句叫取妻涂色 羊衰瘦短 到底啥意思啊 其实就是在告诫男人啊 你在择偶的时候一定要慎重 不能只看说对方长得好看 腹白貌美大长腿 否则的话啊 这个在结婚之后 男子体内的洋气就会逐渐的衰弱 你身体的健康情况就会一天不如一天 到最后呢可能寿命都会被缩短 那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古人啊特别讲养生 现在我们讲养生啊 往往讲的都是饮食有度 你要控制 然后睡眠呢要保证好 要适当的运动 然后要保持心情愉快 对吧 我们基本是讲这四条 但是在古代不一样 古代其实那个时候还是 多数人都比较贫穷 能吃饱饭就不错了 没有说这种所谓的富贵病 什么糖尿病啊 什么高血脂啊等等 这都是现代人们生活好了 才有的病 所以对他们来讲 你说饮食的合理和控制 其实根本没有必要提 就是我吃饱了就不错了 那睡眠呢 其实古人的睡眠也比我们好 他们都是叫日出而作 日落而息嘛 就说没有现在这么多的 电子设备啊 电视啊 手机啊等等 基本上连灯都没有嘛 到晚上天黑了 我们就睡觉了 就是很符合自然规律的 所说的这个合理的锻炼啊 其实古人多数人做的都是体力劳动 就是种地嘛 我们是农业大国 所以他每天白天 他不需要去健身房 不需要跑步机 他就已经做了很多身体上的劳作了 那这些都能做到 古人养生讲什么呢 其实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讲 在夫妻生活上啊 一定要节制 所以呢 你看有这个内经也好啊 什么房中树也好啊 其实都在讲这种事情 一个是频率 你要降低 一个是在方式方法上 不能说让自己的这个阳气耗散 对吧 有很多这样的书 那么就跟这句话有关了 取妻取贤不取色 就说如果你真的娶了一个年轻貌美的啊 他真的是会特别消耗你 因为你看了他你就有想法嘛 这都是人的本能 没有办法的 所以你要取就取一个贤良淑德的 但是呢 外貌看 中规中矩就可以了 不要取那种太艳丽的 那种游物型的 你像在古代小说里啊 最有名的例子就是 你看这个西门大观人啊 他虽然说是个大商人啊 取呢 也可以取非常漂亮的老婆 但是他取的这个大房叫吴月娘 其实是跟他门当户对正经人家的女子 而且是整天吃斋念佛 那个欲望并不强烈 然后就勤俭持家 维持这么一个大家庭往前走 对吧 所以你看这太太平平的本来就很好 可是自从他后来他又开始不停的娶妾嘛 那妾肯定要求年轻貌美啊 一直娶到潘金点 最后 三十多岁就 就一命呜呼了 然后到现在其实也是一样 我就知道在农村啊 包括那个 大家去看那个小说 白鹿园里 他都写说这个 儿子一旦娶了老婆 那都是跟父母一起住 跟婆家一起住嘛 当婆婆的就会晚上没事 就在儿子那个窗户底下听着 一旦你们夫妻俩闲人没事 老想干点 他就在那敲窗户 说天气不早了 赶紧睡觉吧 你说他这一敲是什么意思啊 就是说 这个事一定要有节制 所以其实啊 在农村娶老婆 他也不娶那种特别艳丽的 他都是娶那种 就是 叫身体比较壮实的 一看就好生养 能生儿子 然后还能干得了体力活的 他觉得这种是最好的 所以我觉得 从古至今吧 都有这样的一句劝说 是跟男人说的 就是娶妻 娶贤 不娶色